來當火車撞到人的意外現場 遭撞了老婦人 已經被救護車送往醫院急救 她的斗笠和狗 則還遺留在平礁道旁 狗已經死亡 老婦人到院前也沒有生命跡象 她的手有一次 左手已經明顯有變形 折在背後 然後我就馬上去摸她 請東拜就都沒有摸到 然後我們就直接開始CPR 這起意外事件是發生在25號 早上6點47分 台鐵一輛花蓮開往台北的普悠瑪號 在行進受風箱平和村時 卻發生這起意外 附近民眾表示 今年87歲的雄姓老婦人 常在平礁道附近遛狗 疑似是因為被狗拉扯 才會被火車撞上 是拉那個主人走 走要闖了 那柵欄剛好放下來 然後火車就來蹦那樣 她就帶狗過來 我有看到帶狗過來 可能是被狗拉過去就怎麼樣 要調監視器下來看 台鐵花蓮站則表示 這輛編號207A的普悠瑪號 當時是要前往射風箱進行交接 所以車上沒有旅客 事故排除時間共花40分鐘 影響南下三個班次的列車 共180多位旅客 至於老婦人為何被撞 警方正深入調查 記者綜合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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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